未来鱼种的入侵让台湾许多宝贵的鱼类渐渐消失 为了拣救这些珍贵鱼种 苗栗县造桥一位农场主人 他花了六年时间成功富裕了超过40种本土鱼类 让民众得以看见逐渐消失的台湾鱼种 苗栗县造桥乡龙园生态农场主人林明德 六年前返乡种植五毒蔬果时 看见野稀外来鱼种入侵严重 着手进行本土珍贵鱼种富裕 至今已成功富裕超过40种本土鱼类 农场还设置鱼种展示中心 欢迎民众前往参观 现在越来越少 因为所有的我们都有水锅 都是做固燃 都是已经破坏它的生态 这个东西就是说 现在越来越少 还有包括一些农药的过量 水质的悠扬 这些都是杀伤力难大 林明德说除了外来物种入侵之外 农药泛滥也造成鱼类栖息地剧烈变化 许多野生鱼类都已不复建 因此它在农场设立展示中心 希望让更多人看见台湾鱼类之美 联合报苏木春 杨力报道